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主要是介紹 WStackMemory 超形蟲電話的變身模型 這個就是買回來之後的樣子 就會看到 超形蟲模式 旁邊 後面就會有展示到 約膜大概是怎樣 由電話模式變成超形蟲模式 亦有說到可以配合到鋼鐵長棍 但我沒有買到鋼鐵長棍 所以這個就暫時不會趕著來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開了之後就會看到這樣的 一部電話 一支Memory 不過這些通常都是被鋼鐵封住 我們再看看盒子裡 後面就要發現了一份說明書 說明書就不要看著了 因為只要跟著我的影片去做就可以了 這樣 好了 我們開始了 首先 拿出你的Memory 把後面的絕緣體扔掉 把它扔掉 變成這樣 對 什麼都沒有 很漂亮 然後把電話拿出來 然後 把電話放進去 搞定 好 我們可以開始說明書 應該怎樣做了 首先 我們不用需要按 只要直接 把它插進去就可以了 你們會發現它發出一連串的聲效 然後 發出完之後 你可以幫它按這個按鈕 紅色這個按鈕 看到嗎 一按 就會發出它自己特別的聲效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變成這隻 由甲蟲 電話模式變成甲蟲模式 好了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就是 把它的後腳微微展開 微微展開 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看它後面 就是變成這樣 它原本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就把它打開 然後 然後 我們就 把食指 右手的拇指 放在這個位置 這裡是明顯的凹凸 所以 我們就可以放在這裡 拔它出來 拔 看到嗎 拔了它出來之後 然後呢 我們呢 拔好另一邊出來 變成這樣 嗯 對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反向前面 看到 反向前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它 再屈下一點 屈下一點 變成這樣 另一隻腳也是 屈下一點 好少 那麼呢 它的頭應該怎樣做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呢 我們首先呢 就要把它 它的頭這樣 拆開 在兩邊 兩隻腳這樣拆開 它 變成這樣 形狀 然後呢 就把中間這塊 拍下去 下面這裡 會在六七八和零的中間 然後呢 就會有個按鈕 即是有個位置 讓你這樣 拍下去 然後呢 就會發出一個特別的聲效 發出聲效完了之後呢 我們將它的角 放到 弱膜的角度 對了 變成這樣的模式 然後呢 這個 甲蟲模式呢 就是這樣 搞定了 我們呢 可以看一下 做個樣子 由上面看下去呢 就是這樣的 旁邊 旁邊 另一邊 前面看下去 看到嗎 兩隻腳是比較硬的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會看到它的USB 插進去 還有這兩隻腳 是拍到的 反到它的後面 看看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呢 你們會看到 後腳是開了 前腳呢 就是 向上傾 即是向下傾 而角呢 也是展開了 好 那我們呢 再教一下呢 它是怎樣變回了一個電話 變電話呢 就很簡單的 首先呢 拉起它的腳 拍到前面 將它合起來 看到嗎 出回剛才的電話的形狀 然後呢 就把腳 合起來 就要聽到 啪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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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打平的 然後呢 就馬上把它 這樣 舉高 讓它這樣 站在這裡 我們再看一次 然後 其實就是 應該要將它這樣 反過來 這邊也是 反過來 拍 然後呢 再將 用這個關節位 把它拍起來 這個關節位 拍起來 這樣呢 我們大了 就會看到它 這樣 那 這樣呢 然後呢 還要怎麼做呢 將它的後腳 後腳 拍起來 做直的 直的 直的 直了之後呢 我們看看這個 看不看到 這裡 有一個 黑紅色的按鈕來的 這個就 這個有個按鈕 按住 我們呢 按了之後 按實 然後呢 就要拔個USB出來 好 不好意思啊 等一會兒 按實 好 現在我看到 現在呢 是 變成這樣的 好了 我們 呢 就要看到 它呢 開始呢 就要有回這個 欸 甲蟲的 不是 有回電話的形態了 是不是 好 好 然後呢 好 我們按這個按鈕 拔個USB出來 它會發出特別的聲效 然後 然後 我們呢 再把這個 上面的 拍下去 在這裡拍一聲 就我們再聽一次 拍一聲 聽到了 那就代表鎖緊了 看到了 這樣呢 就會變回Memory還Memory 這個 甲蟲還甲蟲 不是 電話還電話的了 好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讓我們來補充一下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來補充一下 我們來補充一下